大家好,我是大刘 今天我为大家分享一个排骨汤的加糖做法 清淡去食有营养 这是我今天刚买的两根内骨 一斤多花了20元 洗净后剁成块 冷水下锅 下入姜片 煮开后再焯两分钟 然后捞起洗净控干水分 300克一米 洗净后泡发好 冬瓜去皮改刀 切成块 准备一个砂锅 倒入排骨 加大蒜 生姜片 桂皮 倒入泡发好的一米 泡一米的水也倒进去 大火煮开后 盖盖小火煮30分钟 30分钟后 一米基本已经煮好 因为一米吃水还要加适量的开水 倒入冬瓜 加食盐调味 再盖盖煮10分钟 10分钟后排骨一米冬瓜汤已经做好 排骨一米软烂 再撒上葱花即可上桌 排骨汤这么做 简单不用油 大家可以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明天见 美食就在你身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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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